政治焦点要来看到是在今天上午 就是国民党的侯友宜跟民众党的柯文哲 两个人同台了 虽然说两个人都在讲啊 希望是再也整合 但你看看这两个人的互动实在是蛮尴尬的 握手的时候侯友宜长达13秒是面带笑容 反观柯文哲是面无表情 恐怕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要拼民调超车 另外一个是要稳固民调 都想要抢当民调老二 一见面看到柯文哲手拿笔记狂写 会有一向前寒暄聊个几句 紧接着两人伸出手上言友谊之握 两只手卡丢丢长达13秒都没有放开 一个面无表情 一个全程面带微笑 空气瞬间结冰 场面一度尴尬 自然过得非常的熟啊 因为我们两个在双倍合作上 大家无法不熟啊 那彼此之间就合作无间 强调跟柯文哲很熟 不过柯文哲似乎不这么认为 在致辞时打开地图炮 台湾总是一步一步的民族化 到今天你知道我们还是不能 否认台湾民族化有大的成绩 不过还是有些缺点 难以置前代的增值 让国家公转 不是两个坐在一起吗 两个位置合在一起 所以不管是四十个也好 坐在一起 我们都一起面对 在双倍共同努力的精神 蓝白能不能和 侯友宜热点贴柯文哲的冷屁股 再加上还有郭台铭 在一旁忽视眈眈 在野整合 现在似乎是南上加南 我们会团结所有的力量 二零二四大选 侯友宜立平逆转胜 柯文哲要稳固民调 郭台铭独立参选 简在弦上 在野势力落在无法整合 恐怕让赖清德还没有选 就能掀开响兵庆祝 记者简正书王一德 台北采访报导 备债二零二四大选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赖清德也积极的跑行程 那么趁着周末 他是展开了宫庙行程 在今天呢 他前往绿营铁票舱 新北市的三重区 赖清德人气很旺 支持者是一大早 就在外面等待迎接了 那么在野地立委余天 也特地到场 希望可以顺利交棒 给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立昆成 来到申立新北三重选区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展现超高人气 支持者一大早就戴上 应援帽来等候 赖清德带着自家小鸡 以及在地议员里长 一字排开展现团结气势 敬爱台湾 三重八重 赖清德连续两个周末 进攻侯友宜 大本营新北市 一出手就再度打出 民进党八年振鸡牌 吸引在地选民 我们未来要提供国家希望肯定 千里有心 要跟蔡英文总统 同样的民主道路上 继续重拐台湾 承诺要走蔡英文道路 延续执政 但不知自己的总统选情要过 还得拉台自家立委参选人李昆成 我们将一天计设计理会 成功交给李昆成好吗 好 好吗 好 各位招呼 好 现在我们政策 今天我们的选择也很多 包括我们的轨道建设 就是我们的捷御 包括我们的地下 停车庁 这些好的建设 好的政策 也要拜祝大家继续来支持 这次我还不算 主要就是 因为 好像有会了 像说要做一个 这个 我不能够回来 所以 我女儿婚姓 好年轻 就连现任立委余天都到场 拜托乡亲 让他能顺利交棒 民进党要守住三重 关键一席 持续巩固绿营铁票倉 记得陈思琦 下军前来三军小组 新北彩虹路道